那么我们串讲了大学诚意的三个层次 制诚无伪 制诚感同和制诚不息 那么接下来我们对诚意的思想特点进行一个总结 首先从人性论的角度来看 在大学的制诚 在大学的诚意中已经具备了 初步的对于那种自我生命本质实现的思想 也就是大学已经具备了把人的本性作为诚意的根本依据的思想的端倪 我们不能说他具有了这种思想的完全的自觉 但是具有这种思想的端倪是没有问题的 因此我们在大学中会看到自明 看到自浅 看到新广体盘这样的表述 这样的表述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一种对于内在真实本质的认趣 认可而选 从而进行选择 认取 认取不是被动的取 不是外在的强加与富裕 而是接受并实现自己本有的样子 使之完整 使之充实 因此在大学的成语中 我们也看到大学意义贯之的一种思想特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在内在认为我们的修身 我们人的修养和自觉是符合人所应然 且人之所本然 这也就是自然 人所自然的状态 诚意是回归人的自然 所以本性也有一种说法叫做自性 它是同意的 这是第一点 诚意的依据 第二点就诚意的这个 以一种修养特点来讲 诚意是一种积极的 不屑的 无尽的追求 所谓君子无所不用其疾 这个就是尽性 这是君子的前德 天行见君子已自强不起 它的特点在于不屑胆 不停止 不中断 不夹杂 那么在这样一种希望中带有一种 让人感动的理想主义的精神 儒家对于社会的现实 并非没有 无奈的感知 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因素 就我们的生活经验来讲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想要去追寻一个理想 你认为这个理想是你所应燃的东西 这个理想和你的生命本质内在相通 但是你在追寻的过程中 在面对现实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要素 因素 各种各样的理由 能够让你放弃 引诱着你放弃 能够让你去懈怠 在我们的生活中 让我们懈怠的原因太多了 一个我们非常难以克服的存在 就是床 对不对 那在儒家说这是什么呢 这叫做隐之 就是王隐之那个隐之 这个隐之而已是什么呢 它是牵引着你 一旦人被牵引就意味着人的不自由 它是被牵引着你 让你脱离自己的本质 舒适并不意味着自由 舒适有的时候 是来自于欲望和习惯的牵引 非常无奈的一种现象是什么呢 很多人把舒适 简单的理解为自由 但人在追求舒适的过程中 丧失了自觉 以及独立选择的自主 这是更为深刻的背离了自由 这就是隐之 你注意能够牵引你的东西 很多很多 而且并不是所有牵引你的东西 都会让你觉得难受 但在儒家看来什么呢 君子的修养 恰恰就在于这种摆脱 牵引状态的自觉与自由 中立而不已 中庸的话 中立而不已 什么是中立而不已 就是任何东西都牵引不了我们 这就是什么呢 基于自我本质的一种永无止境 死而不已的 不断的反思 在反思中前行的精神 自由和自觉 在儒家的思想中始终是紧密相关的 没有这种自觉与自反 你谈不上自由 任欲 任情而放荡 那个不是终极意义上的自由 缺乏自觉的流浪 不等于自由 我们说这样一种前德 这样一种自强无息的品质呢 它和曾子在论语中的很多言论 是能够紧密相合的 我们看曾子说 是不可以不弘意 任重而道远 曾子讲是有一个责任的 有一个很沉很沉的担当的 但这个认是什么 这个需要担当的东西是何物 人要把什么东西背负起来 人以为己任 不宜众户 是人 人者人也 这个任重而道远 其实就是担当起自己的本质 这个东西就是克明德 就是诚意 任重而道远 死而后裔 死而后裔就是什么呢 止于至善 在大学中讲什么的 我们不断的前行 在论语中讲 我们什么时候停下来 到我死的那一刻 死而后裔 所以担当自我的本质 同时永不停息 任重而道远 死而后裔 这就是诚意 就是克明德的追求 第三点 我们就诚意的心理特点来讲 你要看到 这是一种什么呢 是一种精神的 剧脸的状态 这是一种专注的状态 这种剧脸和专注 意味着高度的自觉 换句话说 从心理特点上来讲 诚意不等于那种 埋头苦干 什么是埋头苦干呢 你低下头 对不对 那叫埋头苦干 那是一种什么 驴子拉末式的生命状态 你们见过驴子拉末吗 我有一次去乡下玩 是见过的 驴子拉末呀 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它的一个特点 要把你的眼睛给蒙起来 然后一圈一圈地转 那个驴子一直觉得 自己是前行 其实只不过是在循环 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觉得 我一直在努力 一直在 我没有停下脚步 我很累呀 但很抱歉 那是一种驴子拉末式的人生 但有时候 其实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很悲哀 因为我跟谢老师 我们这么多年有一个习惯 就是经常要一块在主楼广场上留弯 一圈一圈转过来 我们有时候在思考 我们是不是也是在 进入一种驴子拉末的这种状态 只不过我们所围绕的不是末盘 而是目夺 在主楼广场 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悲凉的义鱼 但你注意这个诚意 由于这个诚的精神的聚敛 这种自觉所导致 它是一种自觉的状态 它不是一种蒙上了眼睛 把脑力劳动转化为体力劳动的生命状态 它是一种不断反思的时间过程 这个反思意味着什么 随时把主体当作对象去进行观照 同时随时把对象当作主体去进行感通 这是人的精神特质 第四 我们看到成这样一种合乎自我本质的修养状态 以及这样一种充分自觉的修养的心态 它和儒家传统中的各种各样的伦理品质 发生着观念 所以在讲成的时候 他会讲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 再讲贤再讲亲 再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 再讲乐再讲利 而且你注意 他诚意的包容性是非常广泛的 他没有否定利 这里的小人不是指的是没有道德的人 这个小人指的是普通人 君子和小人实际上指的是贵族和平民之别 尽管他认为这个利是属于那些平凡的普通的人 他有一定的歧视 但是这种歧视是淡淡的歧视 他没有否定 没有将义和利去对立起来 这是儒家的一个思想的特质 什么是利 利者义之和也 在儒家中对于利的问题是两派 激烈的观点是否定利 但比较包容的观点是什么 是看到利和义的内在的统一 人为什么不求利 人的本性叫做趋利避害 对不对 利和害是对立的 那如果说我们否定了利 那难道让我们的人生去趋害避利吗 为什么让我们的生命进入到一种自虐的状态 自虐是悖于伦理的 我并不认为一个M就等同于一个道德 那个M绝对不等于说是moral 所以注意你要看到大学的包容性 它用诚意来关联着各种各样的道德品质 为人君指于人 为人臣指于敬 人敬 孝 慈 信 我们看到成和人敬 孝慈 信等伦理都发生着内在的关联 成什么 成这些东西 你要注意这种关联是意味深长的 在思想史上一个新的伦理标准 一个新的哲学范畴的强化 一个新的哲学范畴的提出与强调 它必须要对于此前的不同的伦理标准 对于此前的各种各样的思想传统 进行统设与关联 它不是一个凭空提出来的东西 而是提出一个新东西 用新的东西去来统设传统 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特点 你比如说孔子所提出的人爱的思想 以人为核心是对于以往 以理为核心的这样一种传统的推进 但是孔子在讲人的时候 他始终把握什么 人和理的关联 他不会去否认理 不会去隔绝了理去讲人 你比如宋明理学到了理学的时候 他提出了这个理 理学的理 他也是用这个理去统设以往的传统 他不会让自己新的传统去和新的范畴 新的核心性的观点和以往的传统去隔绝 去孤立起来 那不是儒家思想发质发展的规律 而唯有在这种新与旧的关联与统设中 思想的创新 也不断具有了传统的厚重 从而获得了自己更为长远的生命力 因此我们看到了大学和中庸 他所提出的成 和此前的儒家伦理体系 发生着紧密的关联 实现自我的本质 就是在人 在敬 在孝 在词 在这些具体的德性上 灌注自己全部的生命与自觉 我们要看到成 和以往儒家思想的这样一种历史的关联和统设 最后呢 我们还会看到你注意大学的框架 我们在成啊 在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中啊 和伦语和孔子 这是他之前和中庸 他之后的内在的关联 这种关联体现出儒家恕而不作 温故而知心的特点 这个和我们说的第四点是密不可分的 也就是在传统的关联 在传统的继承 在传统的阐释中去呈现新意 它体现出大学的一种非常有趣的面貌 就是在大学对于成意的阐释中 始终伴随着对六经传统的创造性的阐释 那这是大学和传统的关系 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将成意实际上开启着 思梦学派 以成为核心范畴的先河 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看到 大学和这种思想传统 经学传统的关系 也要看到大学的成意 对于中庸 对于孟子的重要的关键性的开启的意义 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深入的理解 为什么我们说大学本于成意 好 那么讲完了这些呢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如果大家看古本大学的话 这个我们会看到 科运达在这住了一堆 看到了吗 那科运达住完了 其实科运达在这住呢 也就意味着科运达认为成一章 到这就结束了 明白我的意思啊 科运达认为他结束了 但其实后面还有一句话 说的也是成一 这个科运达这个解释是不对的 就是听诵无忧人也 必也使无诵苦 无情者不得尽其词 大为民智 此为之本 这段其实也是在讲诚意 无情者不得尽其词 孔子说呀 我去断官司 我和别人差不多 但是我追求的是什么呢 追求的是无诵的境界 也就是我追求不来打官司的境界 怎么样实现无诵呢 孔子说要有一个标准 叫做无情者不得尽其词 无情的人 这话说不透 也就是这人要是无情 这什么意思 就是打官司的时候啊 这人要是无情呢 他的话都说不完整 我这么说 你们明白什么意思吗 这个无情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情不是那个冷酷无情的 那个无情啊 这个情就是无实 情者实也 你说怎么让老百姓不打官司 有各种各样的办法 让老百姓不打官司的话 最简单的一个办法 提高诉讼成本 对不对 你像古代有这种事啊 怎么样去防止这个 这个这个 以官告民啊 很简单 你这老百姓 要以民告官啊 怎么样防止以民告官 很简单 老百姓你作为这底层的人 你来告官 先怎么样呢 先给你二十大板 先要受到处罚 对不对 这就是提高诉讼成本的一个最好办的 这种这种方式啊 就你只要来打官司 你就倒血霉了 是不是 这个 这是一种办法 或者呢 麻醉人民 我跟老百姓天天说什么呢 以德抱怨 以德抱怨 这个 是不是 我这 你说委屈了 对不对 没关系 我们要欢容 我们要包容 这也是一种办法 但孔子的思路 孔子都不是这些思路 你知孔子是 不是不采取那种相怨的思路 孔子的思路 或者说在这个 他引孔子的思路 或者大学里头 所产生的孔子的思路是什么呢 就是无情者不得禁其词 正悬得住 无实者不敢禁其词 孔子追求的是一种诚意的 真诚的教育 他们这个人怎么样呢 没有真实的冤屈 就不敢说假话 或者说不忍说假话 他是以诚意为教 无情者不得禁其词 通过教话 让百姓进入到一种诚实 真诚的状态 所以大为民智 智就是义 为就是敬 这就是大敬民意 使民成义 因此这句话讲的是什么呢 这句话是成义的第四个层面 叫做以成化民 所以我们看从所谓成义者到这一段最后的此为之本 这一段文字从四个角度去讲成义 其中前三个角度是主体 他讲的是成义的实现与修养 最后是讲什么 稍待讲讲了一下以成化民的理念 那通过他的阐释 此为之本 所以大学本于成义说 成义是修养 成义是伦理 成义是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的一种基础性的建立 所以最后一个 词为之本在我看来不是言文 它实际上是前后作为标志 把成义的内容进行一个陷阱 同时强调成义为本 成是大学之本 之本也就是要把握成义 同时呢成义是什么呢 是我们生命的根本 这个本是什么呢 本力而道生 这个本是生命的本质 由这个本质生发出 各种各样伦理的实在性与可能性 从成义出发 我们能够看到 个体生命所具备的普遍而必然的趋向 之本 好 谢谢大家